首先請您先進到這個網站 OneNote 前面是1234-1.net 那您進來之後您有兩種方式可以加入 一個就比較標準一點就直接用註冊的 您可以選擇用這些社群帳號註冊 這是比較快的 那也可以就是直接用您的email註冊 但是email的部分它會寄封證證信給您 所以您要去收信 這是比較標準的做法 那如果您覺得這樣太麻煩 我今天又不是來學這個的 你就用訪客登錄就好 有沒有這個訪客也可以 但是用訪客的話 您就收不到我們的一些課後的一些通知 因為我們這個課三點就有了 各位拍拍屁股就走了 這樣好嗎 不好 因為還有獎品沒有拿 所以我們會就是課後會有一個線上研討 線上研討 那會有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等一下我們下禮拜一或禮拜二 我們就讓各位挑一個時間 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當然比較鼓勵大家用標準的方法 那如果你覺得我只是站著進來看 回去再加也沒關係 你這樣比較快的話 你就先用這個 它會給你一個訪客代碼 那有一個八位數的 您可以把它記起來 在這邊記起來 或者是您進去之後 在右上角也會有 有沒有 右上角也有 您可以進來之後呢 先把這個個人的資料 你先把它填寫一下 這樣就比較知道您是哪一位 那這個號碼一樣會留在這邊 一樣會留在這邊 那您進來之後呢 請到這個地方 發現裡面有一個叫群組 有一個叫群組 你把它點一下 你會找到我們第一個 就是我的 我們今天的 但是反正 你會不小心 也會看到很多我的啦 好啊 所以這個是我們之前 像上 之前有一個是 做教材錄影的 這裡也有 像剛剛 他有介紹 剛剛 剛剛才 這我們 那個推廣中心這邊有那個什麼 兒童班 對不對 我也上個禮拜 剛上完兒童班了 我沒有延伸到小朋友 哈哈 我也有上夏令營 欸 七月份的解決 還有八月份的 所以您點一下 點進來 有沒有 右上角就有個加入了 所以您點一下就可以進來了 那這個課程是有開放的 所以您回去也不用特別找 反正就是從發現裡面的群組 群組就代表類似班級的概念 班級的概念 好 那當然你在課程裡面會找到很多 不過原則下我們在這 好 今天的教材 欸 欸 上面這個沒有出來 好沒關係 反正 簡報檔案在這裡 今天超級簡單 是我們所有課程裡面最簡單的 應該都上的好了 哈哈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會不會加入了 這樣OK齁 好